另外再带您看到的是新庄区公所召开了今年最后一次的里长联系汇报 在汇报当中区长表示说现在这个公所开了一个专属里长们的LINE群组 那么往后这个里长们除了透过三个月一次的里长联系汇报之外 那么有任何的问题或是状况都可以透过这个LINE的群组直接向公所汇报 每三个月一次的里长联系汇报日前召开本年度最后一次 婚姻中区长提到现在里长可以多一项管道 让公所和里长之间的沟通畅所无主那就是使用LINE 而它的好处就是可以立即分类处理并透过公所向各个机关随时汇报 我们同样一份我们政府会提供一个管理 我们会给你们的事情随时来做一个联合 包括如果是大家的警官要做 我也会来联络 联络会把这个栋梁有公所 来给大家做照顾 这样时间会最快 各位民免面对我们所有的民众 和民众给我们建议的 希望我们民众来专达 希望我们政府来做 我们都很希望最后的时间 可以共同来解决 这个平台里面刚才七条讲来 三个小时之内的话就回复了 所以这个平台很快 我也每天里面都在那边看的话 很多事情里面当时都会解决 虽然新科技有它的好处 但这固定时段所召开的会议 也可适时呈现个理状况 同时公所更可立即下达命令 让问题获得圆满解决 像这个三个月里长工作 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里 以共同的意见 共同的意见在这个地方 大家讨论 有跟里长今天提出来的话 大概都一个礼拜之内的话 那么过期我们公所 公府恢复给我们办公室 看能够解决或者是需要里面 折日里面到现场里面 在废刊 或者废诊的话 这个里面 公所里面他应该一个礼拜都会 都会给我们解决这样子 区长强调里长平日跟公所沟通无阻碍 所以在区务推动上 大家都是本位一体 感谢里长们用心的配合 未来更寄望这样的好默契 可以持续长长久久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